类的这个网站 所以也许就请各位就是 第一个,你先run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热门新闻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 什么呢? 它的名称跟它的 超连结 所以一样,名称超连结抓下来 然后帮我把它列在 可能python里面 当然你将来可以存档 或者你直接可以把它删到资料库里面都可以 那也就是你可以 比如各大网站的网址你都设定好了 然后他一次跑个回圈 每个全台湾的所有的媒体的清单通通回来了 那再来你可以再做一些分析 比如说哪一个舆情分析 最近哪一个人或哪一个事件的声量最高 甚至你可以画一个 弄的所谓的文字云 看哪一个关键字最高 那当然你要有一些资料来源嘛 有没有数据 那其实就可以利用爬虫的方式 快速的帮你把它全部爬回来 可是问题来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爬 那首先的话一样 第一个啦 当然我们就是用request把原始码抓回来 那原始码抓回来 接下来就要特征 可是特别注意 这个里面的特征 习惯上按右键可以检查一下 那一定会是什么呢? 一定是一个A开头的 有没有?A就是它的超连结 所以以后超连结是A 那它后面有个属性名称HREF 就是它超连结的位置在HREF Hyperlink的意思 有没有? 这边有个HREF的标签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超连结 里面会得到一个什么呢? 一个test 文字有没有? 会放在这个标签开头到标签结束 结束一定是斜线 斜线A 有没有? 表示结束的位置在这里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规则跟刚刚很像 只是少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你就会发现没有class 刚刚有class 所以如果有class 我们可以找到A 然后再去找class class叫什么名称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抓回来了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刚好没有class 没有class怎么办? 所以如果没有class没关系 我们可以想别的方法 OK 假设我今天没有class 变成我全部都抓回来 不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希望什么? 抓的东西就是这个区块 什么区块呢? 就是热门新闻这个区块就好 热门新闻这个区块里面的这些东西 这里面的什么A的HRIF跟Tesl 所以特别注意 接下来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可以爬之下 这个我想出来的 我因为想说网路上或者是说一般的书很多很多方法 但是其实说真的都不好记 而且不好理解 那我的习惯是最好解法越简单越直觉 套用就可以了 反正以后这个行物通换方法2 我想说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是FindO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 那个BeautifulSoup里面除了用FindO FindO是Find全部 对不对? 全部的A的class 那如果我今天另外还有一个Find Find的话是只是Find这个区块就好了 所以特别注意 接下来提供给各位第二种解法 就是说我只要这个区块的话 那接下来我就在这个区块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区块通常一定是叫什么? DIV 有没有 DIV的话通常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DIV DIV就是一个区块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区块是不是我要的 你可以怎么样? 把游标放在这上面 你会发现这个区块它自动怎么样? 帮我mark起来把它放旁边 这边Duck到右边好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哪个区块是我们要的 Focus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上面吗? 你会发现越上面好像越选的越外层 那再来我看一下最外层 理论上好像选到哪个区块 这个是全部了 这个再往里面 他这个有点像一层一层的DIV 那哪一个是我们要的呢? 有时候你可以用选 就是游标放在上面 它会一直闪动 或者是你按右键 检查也可以 检查 你会再往上推 理论上应该就是一个 所以 我们可以第一件事先做什么? 先把这个class 看一下 这个拆走 再往下 这下来就别的地方了 OK 这个是结束 content 这个应该也可以 这个是content content是内容 对 所以理论上你可以发现 等一下我们试试看 这个应该也可以 这个应该也可以 因为它是有点像 这个class是外面这一层 然后这个content的话是里面这一个 所以它有点像框架里面 又有一个框架 又有一个版型 那用哪一个OK呢? 其实应该理论上两个都可以 那我先试一下 用那个break content 那我要怎么样先抓到这一个 其实很简单 你先div 然后div 然后div break content就可以 所以第一步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在这边 写的方法 我才会改一下 BeautifulSoup前面丢回来是sp 我把它改sp1 那本来是find all 我现在的话用什么? 用find就可以了 不要find all 那特别之后find all 回来是一个list 如果你是find的话 回来就会是一个自串 自串OK 因为只会找到一个 有点像之前我们用的f物件 f等于open 然后你open之后的 有个readline 就读一行 realize就是读很多行 回来就不一样 realize就是读一个自串 如果realize就读 回来就是一个串列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就在后面把它放这 我看好像用这一个 我看这个是不是也可以 他好像除了这个 这个也可以 所以他其实好几层 你看又重新 那我先试一下用这个 然后把它贴上去 你会发现 如果再来把这个printer 把sp2里面的东西把它printer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printer OK 你会发现它只会抓什么 抓我们选的那个div 其他东西会不会选呢? 其他东西就不会选了 所以我把这个 把它全选 然后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 把它放到哪里呢? 再把它放到load pay里面 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里面的话 怎么这么多 brate content 那有可能是吧 可能这个名称 这个div class 叫brate content 可能非常多个 不止一个 所以我们再往底下这一层 好了 我用这个名称 OK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 用fine特别重要 不要用fine or 因为我只要那个区块就好 我用这个区块 执行一下 这样来看一下 相对的 你会发现 应该就少很多了 就这些 对,没错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会多什么javascript 这个先不用理它 因为我们没有要抓javascript 你会发现抓到了 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名称 它的超连结有没有 超连结A在这里 所以理论上 第一个有点像 我不要全部 fine的话 只是说我要找到那个区块 那一块就好了 再来第二步就是 再把这一块里面的A 全部抓回来 就OK了 OK 有点像 我先 不像刚刚是全部抓 现在是先切一块 所以特别是 1 先用什么? 用fine的方法 不是用fine OK 不一样 然后呢 第二步的话 再针对这一个 sp2 做什么? 做fine的动作 fine什么呢? 刚刚是 就刚刚那个动作 刚刚我们是fine over 后面会有个class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class 所以后面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给class 所以这里的话呢 就不用class 而是什么? 再把这一个sp2里面的所有的A 帮我找到 也就是这里面的那个超连结 这个超连结就在这里 然后全部都帮我找到 这边只有这个有class 但底下其他没有class OK 然后再帮我把里面的href抓到 OK 所以一样的动作 所以再把这个 这个不用 然后一样的动作就是 print它里面的那个找到的 tester 跟href 我们试一下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找到的结果 是不是我们要的? 那个那一区块 这个对了 这个对了 不过好像是不是顺序不对 变成说它是先print print href 然后再来是test 上面这个多一个 这个好像跟这个一样 所以是不是说 到时候再调整一下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已经把我们要的部分 给抓回来了 OK 那请各位看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